嘶吼怒罵台灣網美艾婷 跟朋友澳洲市區驚恐遇襲 蜷縮路邊也被一拳灌倒 一群超惡劣澳洲青年 似乎專挑亞洲人尾隨 路上隨機攻擊 把人痛扁打倒在地還不放過 繼續狂歐踢踹 網美艾婷日前跟友人 在澳洲布里斯本市區散步 遭到兩名女性澳洲青年 用歧視亞洲人的字眼辱罵他們 不只丟石頭攻擊還推倒他的朋友 之後更有兩名男性澳洲青年 加入攻擊行列 造成他另外兩名男性朋友 一個人鼻子流血 一個人眼睛肿張無法睜開 網美艾婷無奈表示 真的是停止仇視亞洲人 只能說還好他們沒帶刀 看到新聞可能澳洲當地白人 他們會是針對華人攻擊 說可能會講一些什麼 恐怖暴力觀光景點也上演 網友嚇瘋了 有人說自己的朋友在澳洲念書 他那些年一路都在打架 不反擊只會被當弱者欺負更慘 也有人說澳洲法律對青少年犯罪很保護 碰到青少年挑釁真的要趕快跑 晚上不要留在市區太久 因為在我所在的城市不是 要有攻擊性的原住民 個人認為是屬於射精地位 比較低的一群人 他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都是公車 所以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就可以極大化的避免 這樣的問題發生 台人在國外 慘欲恐怖暴力渾身傷 求助無門只能東躲西藏 被動防守快跑自保未上側 燈燈燈